序言,孙子兵法作为皆是竞争规律的顶尖之作,包含中国古代已经到家哲学其中通过一系列不战,非公以柔克纲不战而胜,等深刻的战略理念展示出来,通过蕴含在其中的以德福人、天人合一等哲学,不仅可以用于修炼自己,而且超越战争避免战争的智慧,让这部名著跨越了东西方,而且超越了时空这部名著的影响力, 已经让许许多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沉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中,我讲解的孙子兵法当然,不纯粹是原文阅读,而且搭载很多的解读及战力,所以也会夹杂一些企业的管理,和商业竞争的感悟,希望让你能够轻松地读懂孙子兵法,在每一段原文和注解的后面都会有战力,在兵法的不同篇章会反复出现,这也就帮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场战役, 把仗是怎么打的给看明白,也就把孙子兵法当中的思想理念和战略战术看明白,就好像是我们坐的直升机飞到古代战场的上空,而孙子坐在旁边给你做解说员,讲解这双方的战斗是怎么打的。 这是上帝视角更容易看清楚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由于作者的一些工作背景的关系,所以也会夹杂着一些企业管理,和商业竞争的感悟,议论,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讲解,孙子兵法原意的一系列的内容和想法。 我们在讲兵法,当然首先要去找看看谁讲过,或者谁注解过孙子兵法。 据史记或之列传记载最早将孙子兵法,引入经营馆里的是战国魏文侯时的白规,他将孙无兵法和商鞅之法的原理,用于生产经营,他善观识变,采取人气我取人,取我气等策略取得了成功。 目前,有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对孙子兵法的商战应用价值有深刻的体会。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徐二鸣说,在国外学习战略,是将孙子兵法作为经典的参考书。 每个企业都欢迎善于解决问题的经理人,他们认为战略中的许多思维方式早在2000多年前就解决了每个企业很多难题。 孙子的思想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而且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并且成为各个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 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人们不仅在古人的深邃的思想中,获取启迪同时又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的火力。 历国历代为孙子记决学,去注解孙子,被后世所承认的有11个。 有曹操、孟氏、李全、贾玲、杜佑、杜慕、陈昊、王熙、梅瑶辰、和氏、张玉等11位注解孙子兵法的学者。 曹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他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他曾高度评价孙子兵法的深奥性,并为了帮助后人理解这本书而写了注释。 虽然他的注释简洁,但由于忙于征战,可能有些简单。 另外,还有一些注释者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如孟氏和和氏。 还有一个有名字但生平不祥的注释者是王熙,他的注释也很稀少。 在唐朝时期,有几位官员也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注解,包括李全、贾玲和杜佑。 李全批评了曹操的注释,并进行了补充注解。 贾玲作为一位将军,注解相对简单。 杜佑是宰相,也是大世人杜墓的祖父,他的注解具有高度权威性。 最后一类注释者是文人和骚客,如杜墓、陈浩、梅瑶辰和张玉。 他们的注解通常更加文学化。 最后是陈浩,他是唐朝时期的神策统军。 他以军事家的身份注解孙子兵法,他的注解内容相对。 简单因为他的主要职责是指挥军队打仗而不是撰写。 注解不过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总之,这些学者都是唐朝时期的官员和文化名人因,为那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 战争不断因此对兵法和战略的研究变得非常重要。 同时他们的注解各有特色,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孙子兵法。 唐朝时期的学者对孙子兵法的注解有多达五家之多。 这主要是因为唐朝时期历经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战乱,导致了连年征战,激发了人们对兵法的研究兴趣。 同时,杜牧这位著名的大士人出现在宰相家庭,他不仅涉足兵法研究,还探讨了兵法外多个领域。 第二个时期关于中国兵法的研究,发生在宋朝建立之后那是国家相对安定,但仍然面临着来自西夏等地的叛乱,以及来自北方民族的军事压力。 此时的朝廷已经失去了出色的将领,和经验丰富的士兵,因此需要研究兵法以填补这一不足之处。 政府开始编辑一系列教科书,被称为五经七书,其中孙子兵法,被政府正式确立,为军事教材的一部分,虽然关于王熙的详细背景和生平已无法考证,但这一决定是在宋朝所面临的环境而制定的。 接下来是梅姚成,他是一位杰出的大士人与欧阳修,是好朋友,他的注解非常详尽且高质量,因此我们在整个系列中借鉴了他的观点尽管梅姚成的具体信息和时代背景。 不太清楚,但他的名字留存于历史中,这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学识和贡献。 最后一位是章语,他生活在南宋时期,他不仅注解了孙子兵法,还著有百将传等著作。 他在军事领域有深厚的造诣,其注解内容质量也很高,因此我们在系列文章中借鉴了他的观点。 总之,这些学者代表了唐朝和宋朝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当时社会的动荡和战争不断,兵法和战略研究变得极为重要。 他们的注解各具特色,结合起来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孙子兵法。 此外,如果不同注解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或难以理解的地方,现代的出版版本也可以作为参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注解通常属于学术研究,而不是军事研究,因此出发点和角度不同,会对内容产生不同的解读。 总的来说,研究孙子兵法需要综合不同注解和视角,尤其在解析兵法中某些模糊的地方时,研究孙子兵法需要综合不同注解和视角,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和价值观。 孙子兵法通常被分成13个章节,每个章节含盖部,同的主题和战略原则,以下是这13个章节的列表。 孙子兵法概论 第一篇史记,国防计划作战计划 第二篇作战,动员计划攻与守 第三篇谋攻,国家战略或政略战型 第四篇军行,军事战略或战略能力建设 第五篇冰事,第六篇虚实 第八篇九篇,第九篇行军 第十篇地形,第十一篇九地 第十二篇火攻,第十三篇用剑 我们经常将所有兵法和三十六计并列 甚至合并为一个系列,称之为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 然而,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并不是同一回事 三十六计侧重于气势,奇谋技巧以及灵活性 而孙子兵法则更注重实力和战略计算 为什么会有人将技巧误解为奇谋技巧呢? 这涉及到人性的一种弱点 极总是期望通过某种奇巧的方法或技巧来解决问题 而这恰恰是孙子所反对的 孙子兵法强调的不是依赖于奇迹或技巧来获胜 而是依靠实力和战略计算 孙子兵法不讲奇迹得胜以小博大 孙子兵法是基本面 以及出发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计算 计算胜赢先讲求胜打不赢就退 通过计算来定胜负 胜了再打 这叫胜算 没有胜算就不要心事动众 这就是孙子兵法核心思想 先胜后战 会赢再打 中国历史上谁最会用技 一说技 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 不过诸葛亮的技恰恰是奇谋技巧的技 不是五十七技 用孙子的五十七技去衡量诸葛亮就不及格到天地降法 每一条用来分析他 他为了一个梦想 一个情节区区行动 例如发动六次北伐和九次蜀汉入侵中原 这些行动劳民伤财 他做的事是冒险 要侥幸才能成功的事 偏偏他又是天下第一谨慎的人 不打无把握之仗 一看不行就撤兵 所以当初他是不是有发病 那为什么在民间诸葛亮那么有名的让人喜爱呢 那是因为 三国演义有奇谋技巧 意味着有精彩的故事 人民群众最喜欢 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些八卦和故事 而真正的战略 看上去是平淡无奇 是没什么故事的 孙子兵法也强调了这一点 所谓叫善战者 吴志明 吴勇宫啊 就看似平淡无奇 没什么故事 也就是我们学习孙子文化 外行看上热闹 看的是一点也没有的东西 我们要学内行 内行能够看出大的门道 学到内行的真本事 孙子兵法不是战法 是不战之法 不是战胜之法 是不战而胜之法 不是战而后胜之法 是先胜而战之法 这是孙子兵法的价值观 我们首先要来了解的 重温经典 以古建经 以上是开头序幕的介绍 谢谢收看